现在解释一下这个小鱼 有一天这个皮卡索跟张大仙 他们两个都是大师纪的 我已经讲过了 你们是清 所以现在可以不用清 你们要记录 你们要记录 我用猜的 要写 写起来 那个 记录很重要 那么以后你们 有一些资料跟人家讲 今天你们有机会学中国话 我的感觉是这样 是种 中生的很大的幸福 那么这个缘分 不要失去 有机会一直 不是说跟我学 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跟我学 都要在画 永迷地画下去 那么这个是无止境的 这门艺术是非常高的 高不可攀 它是历经 沧桑 还有说心血的结晶 人家从五千年的文化 一直发展到这边 开花结果 那么我们才有机会学 那么我们请机会学 这门艺术 你看高不高 五千年的文化 书法也是这样 书画 书画童年 所以我们一定要 好好地掌握这个机会 特别是我们华人 更应该重视它 那我们每个人都要跟艺术结业 随便一种艺术 选择你喜欢的 当然舞蹈也是 音乐唱歌 这些都是 文学 文学是文艺 那么 这个书画呢 应该是排在第一 那你选择你喜欢哪一种艺术 最少要遇到两种 那么 终生 成终生的派你 永远地学下去 比如说你 你本身 你是学一段时间了 书法 这个缘分 你应该把它掌握好 他的书法写得不错 那么 不可以停的 一定要写下去 越写就越好 要坚持到底 你看我一画画了五十多年了 很多中国的名画家 第一代的 都画到一百多岁 九十八岁 七百四到九十八岁 比七百四那个时代 他的九十八是非常高的 因为他们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的 很多 因为 医学的问题 所以我是说大家 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是好意跟你们讲 当然你们 有没有跟我学都无所谓 我本身 我本身是主要是 推广的 不是说在为了 为了赚这个 费用 我现在不做都可以 单单卖货都吃不完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有机会应该要珍惜他 因为很可惜有些人学生一巴 然后一两年就放弃 那个损失太大了 好 我们现在这个鱼 刚才讲了一半皮卡索的事情 就是说 他说你们中国画怎么样画 因为那时候他不懂 那么这个张大千代表东方艺术 他就画两条小鱼给他看 皮卡索说赞不绝口 他说你们的中国画太棒了 他说你们没有画水 我感觉到有水 还闻到那个水的味道 他的皮铃嘛 所以中国画是真的 他说你们中国有一个很大很 很伟大的画家 七百世 我现在正在学他的画 他的梅啊 蓝啊 橘啊 竹啊 四君子 不是我能够学得到的 他自己都觉得学不到 他是一个非常出名很大 是一个大师纪的画家吗 代表西方的 他就想这样称在我们中国画里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画是不是很深奥的演学 所以你们今天学的这本历数 就是很深奥的历数 你知道什么时候最高 没有人知道 有紫禁的 朱吉祥画到一百多岁 他说我还在学 朱吉祥是你们中国的画家 很出名的 他画到一百零十岁 他一百岁的时候来新加坡开画展 宗畔老人 陈大ー USD Luong Tang 近代有哪些资家 不住нь 你说リブサ…" 融海女 云海女 都知道 几个哦 中国画家就差不多是一百岁 对对对对 超过一百岁 近代了 静带 这样我们现在 哦 是啊 多宝啊 这样转哦 有时候我们可以画转 你看我的鱼啊 我的旗有些连 有些开 我今天来孔子学院教 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差不多拿一个车马费而已 我在我的画室教的收费就比较异性 一个小时的 我有个朋友其实蛮有兴趣的 对啊 是啊 在我的画室啊 没有啦 没有算小时 也是换班 我一个月收他们两百块哦 四次 一个月不是四次吗 一个礼拜一次吗 那么五次 四次我的育养吃完没有多佳 嗯 那有时候他这个学生来学